这次还原并名是HY系列的并名器 485通讯功能 现在要接在IS加跟IS-就在两条线 就接到这个位置 好了 我们现在给它设置参数 现在要在PD-001 PD-001给它设为2 就是通讯功能 PD-001给它设置2 就是控制方式 以通讯的控制方式 PD-002选择2为频率的设定 也是通讯 选择2就是通讯的意思 然后我们要选择163 PD-163 PD-163要选择1 就是通讯的地址给它1 PD-164呢 我们也给它选择1 是它的速度 通讯的波特率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参数上面已经设置好了 接下来呢 可以通过电脑呢 来模拟这485通讯 我现在按点运行 因为是它呢 就马上就开始来着运行了 那我现在给它点个 点击停止 那这边呢就开始停止了 很明显 嗯 这是点运行 运行 停止 开始新的通讯了 我们要看下面下面这个 呃 电脑转机上的那个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大家呢要参考这两个数据 好 我说 这台一个 二组呢 正常 它的发送数据呢都会不一样 嗯 运行 反转 点动 停止 嗯 嗯 它的 发送数据呢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退出 打开另外一个软件 好 大家仔细看哈 这个软件 那我们这波特利呢 要选择 选择 9600 选择1 好 我们现在呢 开始点 赏金上的一个 启动 启动呢这里呢 你看hex这里 发送数据 下面呢是它的接收数据 我们现在 现在点的这个功能呢是一个 运行的一个 数据 现在停止 啊 是上面已经停止了 一行 我现在停一行 停止 啊 这个呢 啊 是上面呢 啊 XV呢 这个 接收 是这个 反馈呢 停止 啊 停止 好 啊 停止 好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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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开 打开 随机下载的 电脑上下载的一个软件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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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里 这次我们的walking 放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